今晚的香柳,格外的听话,又很温顺,像威武的大猫收了利爪,打起了瞌睡,一副任人摆弄的模样。 香柳把脑袋枕在手臂上,侧着头看正在给她上药的小腰,她的神情很专注,动作也很轻柔。 她看着那双美人眸因为心疼,渐渐浮起一层薄薄的水雾,轻轻点点的水光,向夜空里不断闪烁地繁星。 她的动作更是轻柔地让她感觉不到一点疼痛,那灵药是她亲手调治,她在药房便见过多次,涂抹到伤口上以后会有冰凉质感以缓解疼痛,但此时此刻,要抹在身上,她的心里却是一片炙热。 这就是受伤以后,会有人关心,会有人给你上药的感觉吗? 原来这感觉这么好,这么温暖,甚至因为她眼里的怜惜和心疼,会让你觉得那伤好像都没那么痛了。 小腰给香柳上完止血和恢复的药,又拿来驱疤痕的药膏,一点一点抹在她以前的那些伤口上,她还是第一次知道她身上竟然还有这些未曾褪去的疤痕。 她一边抹,一边在心里不断地思量,回头调配些什么样的药方,能让这些疤痕驱除得更快一些。 香柳却是觉得刚刚在浴室的那种感觉又来了,药膏涂抹到皮肤上的触感是清凉的,但她的手指却是温热的,而带给她的感觉更是火热的。 那些被她手指缓缓划过的地方,一点点变得灼热起来,而没被她触摸的地方更是在隐隐期待着什么。 小腰的心里想得认真,向柳一看的专注,深夜时分,半明半暗的屋子里,无人发现,某人的眸色越变越深,甚至隐约可见赤红之色一闪而过。 屋外,明镜般的月亮悬挂高空,暧昧的月光洒落大地。 今夜,竟然是个满月! 小腰在脑海中仔细地盘算了一会,心中便大概有了方子,手里的药膏便也抹得差不多了。 她这才有心情,有想法地细细打亮起眼前的美景来,宽敞丝滑的睡衣,只半露出受伤的肩膀,却把那堪称完美的腰线全部覆盖住。 令人垂涎的美景被遮挡在睡衣之下,却遮挡不住眼前人竟瘦腰身的弧度,还有那挺翘的臀部。 香柳穿的这件这件睡衣,乃是千年的玉林猪土司而成,名为流光纱,材质最是轻薄,穿在身上尤为显露身形。 现在那薄薄的一层纱衣就那般轻巧地搭在她隆起的屁股上,小妖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一个大荒内无人知晓的秘密,她瞪大了眼睛仔细瞧,甚至想把那盖在上面的衣服扒个干净,看个痛快。 屁股真的可以这么翘吗? 是因为它是妖吗? 她甚至感觉自己的都没有香柳这么翘。 小妖瞧着瞧着,又想到,她这衣服里面好像只穿了一条蟹裤,那在里面好吧,她不敢再想了。 因为,她脸红了。 香柳趴在床上,把整个过程都收录在眼中,她看见她的视线一点点下移,看见她有些惊讶,又有些疑问的醋眉,看见她还有些不太服气的神情。 然后,又看见小姑娘白皙的脸庞慢慢染上诱人的飞红色彩,现在又看见她缓缓伸出了手指,这一系列过程也让她好奇起来,好奇她脸红的原因,也好奇她现在的动作。 小妖像柳后半句的,你想干什么还没问出口,就把小妖下的原本只是想戳一戳的动作,变成了结结实实的一巴掌,准确无比地拍在了上面。 那饱满的屁股上面,她甚至都来不及感觉手下的触感,香柳就风驰电掣一般地火速翻过了身,立马拉了床被子盖在身上,看向她的目光里有些许震惊,但更多的还是疑问。 小妖只能在这近似质问的目光中,支支吾吾吾地解释起来,那个,我,我,突然,她灵光闪现,我寻思看看,你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了伤? 对,就是这样。 她是担心她,不是想占便宜。 好吧,其实她单纯地只是好奇,香柳的眼中却依然有着疑问,其他地方?这其他地方是指,她的屁股吗? 小妖主动忽视掉她眼中暗闻的含义,反而十分积极地说道,你这胸前也有伤和疤痕,还没上药呢? 快躺好,我给你抹药膏。 香柳就见她嘴上含糊其词,手下的动作却是十分麻利,动作轻巧地掀开她的被子,手指利索地解开她的睡衣,然后就见她原本只是微红的脸,又肉眼可见地红艳起来。 这份艳丽的色彩,比朝霞更美,比晚霞更迷人。 香柳索性将双手枕到脑后,半眯着眼眸,好整以暇地望着脸上带着修衣的小姑娘,整个人的身体以完全敞开的姿态展露于人前,活生生给人一种可以上下其手为所欲为的错觉。 此时此刻,真的不知究竟谁是猎人,谁又是被猎人完美诱惑到的猎物。 小妖的眼里却只看得见眼前让人血脉奔章的撩人美色,丝毫不知晓像柳心里的各种想法。 眼前人的姿势又与刚刚不同,完全解开的睡衣,松松散散地垂落在旁,彻底暴露出精壮的胸膛和充满力量的肌肉,还有那刚刚被完全覆盖住的绝美腰线,现在却在她的眼下一览无疑。 如此曲线分明的好身材,平日里被遮掩在衣袍之下,无人得见,今日乍现人间,给小妖带来的冲击力便是无可比拟。 甚至她的身体也很白,但这白又与她身上的雪敷般的白不同,更似上好的雪莲玉被精心润养了千年以后,那泛着光泽的白。 这抹润泽的白让小妖想起了前世,她在海中遭遇大窝流时,她为救她而露出的真身,一只通体雪白的九头海妖,就如同现在这般,很白,很美,也很震撼人心。 所以,这世间不是只有女色才诱人,男性这种充满着力量,又带着强烈反差感的野性美,也足以美地让人心惊动魄。 她已经被完全诱惑到,她甚至觉得,大脑背向柳大人这过人的美色晃得有几分发晕,重生那年,玉山初见之时的疑问又涌上心头,这真的是她能看的吗? 心上人以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惑人姿态陷于眼前,谁的脸又能忍住不红呢? 随即,香柳就看见她的小姑娘既脸红之后,又咽了咽口水,现在正在努力地左右摇晃着脑袋。 小妖想把那些以你思想先晃出去几分,毕竟还有正事没干呢,她是来上药的,又不是来垂涎观摩香柳大人的美色的。 她冷静地把持了自己几分,终是把手里的药膏涂抹到了这片美景中唯一一处刺眼的耐鱼青上,为了更好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,她还和香柳聊起了天,这一年多,也没怎么见你,都在忙些什么呢? 香柳只觉得,这可真是个好问题,她这么一问,她体内的微动的造诣都去了不少,一直微眯地眼睛合拢起来,最近义父的身体不是很好, 军中的事,大多都交到了我手上,所以便有些忙碌。 小妖点了点头,又问道,那今日的据点图,也是红江大人给你下的命令吗? 香柳依旧没有睁开眼睛,却是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说,近来中原的势力变化比较复杂,跟陈荣军的关系也不太稳定, 义父不免担心轩原会趁此机会对陈荣用兵。 小妖手上的动作断了一下,心里却似明镜一般清楚,今年年初青秋寺里以后, 屠山景便雷厉风行地接任了组长之位,而自那以后,屠山市便不再为陈荣军提供粮草。 这一世屠山景的想法已经发生改变,私底下更是和枪炫暗中联合到了一起, 依照轩原和陈荣对立的关系,屠山市自然不会再为陈荣军提供便利,像以前一样,大开方便之门。 大荒内的局势已经和上一世截然不同,现在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 重生的她是那个最大的变数。 香柳应该是在选择帮她一起救屠山景的时候就早已想到了这一层, 所以才会自她下了朝云峰请罪以后,便总是见不到人影。 她的忙碌是为了今日之状的未雨绸缪。